欢迎来到FFMPAC系列教程 在这个视频中 我会为你讲解FFMPAC的基本用法 首先 FFMPAC有什么用 最主要的用处就是视频音频转换 把大体级的视频文件压小 以节省硬盘空间 或者改变格式 以兼容某些剪辑软件或播放设备 在转换的过程中 你可以给它添加各种滤镜 比如裁剪 收放 添加水印 甚至还可以调色 FFMPAC没有图形界面 所有的操作都需要你输入相应的命令 来实现 这一步就下退了99%以上的人 我大约在2013年的时候 开始接触X264 FFMPAC等视频处理软件 并爱上了命令行这种方式 相比传统的图形界面软件 命令行也有优势 一是打开速度飞快 可以说是秒开 还有就是自由度高 修改参数很方便 复制 粘贴 查找 随便用 掌握了FFMPAC 就像是有了终极神器 再看到同类的软件 似乎都难入法眼了 想要使用FFMPAC 第一步自然就是下载 在FFMPAC官网 有很多下载链接 作为普通用户 下载以编译的可执行文件就可以了 不要下载原码 在版本方面 建议大家下载Static版本 Static 通俗的来讲 就是单文件版 使用起来更方便一些 下载后打开压缩包 找到FFMPAC.exe 减压到某个文件夹 最主要的就是这个文件 其他文件不是必须的 可以舍弃 第二步 为了方便调用FFMPAC 需要把FFMPAC.exe所在的路径 添加到系统环境变量中 如图所示 我就不赘述了 如何使用命令行软件呢 有两种方法 一种方法是运行 CMD 输入相应的命令 另一种方法是新建一个文本文件 输入相应的命令 保存文件 将文件后续名 从TXT改为BAT 双击即可运行 右键编辑即可修改 我个人更喜欢BAT文件这种方法 那么如何使用FFMPAC呢 还是以实力开始吧 比如我要把某个H264视频文件 转换为H265加IMP3编码 命令可以这么写 首先应该写的是程序文件名 I这个参数表示输入文件 后面接着写文件的完整路径 为什么要用引号呢 因为文件名中有空格 需要用引号把它当成整体 如果文件名中没有空格 可以省去引号 C B 用于指定视频编码器 这是一个缩写 完整意思就是Codec Video 知道了完整含义 是不是更容易记住这个参数了呢 X265是一款使用CPU编码的编码器 转换速度是比较慢的 你可以换成QuickSync等使用显卡编码的编码器 C A 用于指定音频编码器 最后则是指定输出文件 这就是FFMPAC最典型的一个用法 接下来我会用一个实例来介绍 FFMPAC滤镜的用法 比如有一个1080p分辨率的视频 上下各有140像种的黑边 我想裁剪掉黑边 并将视频降为480p分辨率 命令可以这么写 FIF就是Video Filter的简写 这个滤镜并不是大家认为的美颜滤镜之类的东西 而是对视频加工处理的一整套方法 FFMPAC的滤镜有上百种 我先介绍两个常用的滤镜Crop和Scale Crop裁剪滤镜的基本用法 需要写四个参数 前两个参数表示裁剪后的宽与高 后两个参数是坐标 就是告诉FFMPAC从哪里开始裁剪 这个坐标的远点在左上角 Scale收放滤镜 后面的参数你可以写具体的宽与高 也可以简写 比如-2,480就表示 高度改为480的像素 宽度则根据视频的比例自动计算 这里我用了两个视频滤镜 滤镜之间用逗号相连 如果只用一个滤镜 那么当然也就不要用都好 注意滤镜有先后顺序 你可以把步骤改成先缩放再裁剪 但不能简单的把Crop Scale命令互换位置 你想啊 如果先缩小成480p了 就不能按照1080p的参数去裁剪了 你可能注意到了 在这个命令中 我只写了文件名 没有写路径 这意味着需要把输入文件 放到和Bet文件同级的目录 输出文件也会出现在这个目录 后面的Y表示yes 输出时如果遇到同名的文件 直接覆盖写入 如果不写这个参数 遇到同名 需要手动输入Y来确认 如果视频很长 你想截取5分到10分这一段 命令可以这么写 SS表示起始时间 To表示终止时间 如果你想无损复制 可以把视频编码器和音频编码器 都换成Copy 也可以简写为C Copy 这个不用我解释了吧 Copy表示复制 注意 Copy模式下无法精确切割 在切割的时候应该留有余地 多截取一点 比如往前往后多留30秒 接下来我会讲解如何选择轨道 比如某部电影有国乐音三条音轨 想把国语音轨编满为MP3格式 乐语音轨编满为OPOS格式 丢弃音语音轨 命令的写法如下 Map命令就是用来选择所需轨道的 Map V表示将原视频的视频轨道输出 Map A0Map A1表示将原文件的第一条音轨和第二条音轨输出 注意编号是从0开始的 后面的CA是指定音频编码 也写了两次 对应两种不同的音频编码 这就是Map的基本用法 你学会了吗 好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 作为FFMPAC系列的第一期视频 我不敢讲太多 还是一点一点来吧 下一期 我会讲解如何用FFMPAC制作小体积高画质的视频 如果你对FFMPAC感兴趣了 不要忘了订阅我的频道